謝謝主席,還是請教署長 請署長 許委員好 署長好 這個 利用這個機會,首先來關心阿扁一下 這是醫療人權 醫療人權應該 不分種族,不分身份,不分這個場所 應該這樣子吧 是 這是醫療人權嘛 對不對 現在最新的狀況就是說 這個北隆一直在堅持醫療人權 但是北劍呢 一直 在這個 搶奪醫療人權 要把它搶回去阿 你讓花錢花太多了 他住了一個月 醫療費只有30萬嘛 你看報了沒有 醫療費30萬 但是他的借付費 空房 的 這個 折算 他把人家 整個健檢中心都佔用阿 要花144萬 要花144萬 一個月 所以 北劍 可能 真的 划不來 那北劍是北劍決定的阿 如果按照這個 村西北本人的 或是他家屬的意願 可能到其他醫院阿 台大阿 或是 這個熊醫阿 或是 這個 這個 馬接阿 那可能就不用 花那麼多阿 所以 北劍不能說 他144萬 花得很心痛 要把它 要回去阿 那我得到的這個 信息阿 北 北容認為 以他目前的 這個雙重 雙重 雙重 一個是重優異症 一個是重度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 雙重 那治療的話 起碼 九個以上 但是 北劍他說 這個 很簡單阿 回來是一樣阿 而且 已經幫他準備了 新的牢房 用四瓶 去幫他特別裝房 那 這 你站在 醫療監督的 主管機關 你容許 你應該不應該 作為 榮的後盾 那對北劍 如果有侵犯 醫療人權 你應該有所著奪阿 應該有所 有所表態阿 好 那個前總統的 醫療人權 你 醫療症 的最高 職管機關 你都不吭聲 你都沒有辦法著力 你行政宴會裡面 都不敢講話 任由法務部 這樣一手遮天 惡搞 好 病是人家逼出來的阿 以前阿扁有 有呼吸中止症嗎 以前阿扁有 這個 中憂鬱症嗎 以前阿扁有 這個未死到逆流嗎 有高血液嗎 通通沒有阿 都是被他關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 違反 人常 違反人常阿 人應該有社群生活 應該有人人群的接觸阿 他家想接觸把他剝奪掉了 人家有個正常的 這個生活活動 他被剝奪 他不能下工廠 齁 人家聽經的時候 是在大禮堂 他聽經呢 是被關在牢房 聽廣播 差太多嘛 所以人權戀義嘛 那這個保外就醫 好像很奢侈 好像是奢侈品一樣 嘿 保外就醫是醫療人權的一種 你不認人嗎 對不對 保外就醫是不是醫療人權的一種 必須要條件 對啊 但是你有沒有去看法務 法務部的統計 台灣保外就醫 從這個95年到現在 這六年到當 這大概六年的當中 保外就醫505人 保外就醫開始 半年內死亡的 超過55% 一個月死亡的 齁 10天死亡的 就有一成 那最後呢 只有30幾% 恢復健康 再回去坐牢 那等於說 遲早只要保外就醫 他認為應該保外就醫了 那回去的 只有30幾% 其他 超過六七成都要死啊 所以等他說 可以保外就醫的 那一個死亡率啊 激率啊 就超過六成啊 所以保外就醫是 保外等死的程度比較大 所以現在大家 今天啊 誰說 陳水扁先生不適用保外就醫的 不管是醫藥 醫界的人員 或是立法委員 或是一般的人員 到時候如果他真的被關死啦 或是保外就醫的期間死啦 都是 都 這個等同 齁 共同謀殺 跟北京共同謀殺 這醫藥人權啊 你不敢答話 也不變答話 不應該這樣子啦 台灣變民主退步啊 人權呢 開始這個退步啊 那我們爭什麼呢 齁 那對經濟前途 又沒有信心 拼命找到後的國家 來幫我們 先進國家 你都不敢去 跟他拼 那些醫療 我問了兩個基本 第一個 齁 你曾經過的答話過 你還記得吧 你說這個醫生在急診以後 醫生開出的住院通知單 多長時間之內要有病床 是合理的 你說 好 一般是 大概是 四小時內 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內 你第一次在吳敦義院長的任內 你跟我答覆是三個小時啊 那個是非常緊急的 齁 你跟我說三個小時 現在二十四小時 他往一到五 那現在你 你這個 裡面 有沒有統計 超過二十四小時的 這個比例有多高 全國 超過二十四小時才能夠 有病房的 齁 才能夠住進病房 有病床的 比例有多高 你說 目前其實超過二十四小時的 這個部分 大概都是大墓在醫學中心 比較大的這些醫學中心的這個部分 那統計的部分是隨時在波動 因為有些床的這個部分 那多少啊多少 那就以醫學中心的數字比較正確吧 那就以醫學中心的數字 來表達的話 有多少 現在目前我們是想說是 大概是超過這個百分之五以上的部分 大概有十幾家的 百分之五以上十幾家總共多少 超過二十小時的總比 總這個百分比多少 大概十 我想我看到的是差不多十到二十 不只啦 不只啦 你看一看台南啊 所有的醫學中心啊 走廊都滿滿的 好像戰爭一樣啊 戰爭的野戰醫院也沒有那麼嚴重啊 這第一個 第一個 根本問題 我提到那個藥我就不再重複了 你們做的研究沒有 有什麼 因應之道 對策 改善之道 趕快出來啊 這最根本的 這不必要的 這全民都遭殃的嘛 沒有水好處啊 只有賣藥的好處 經銷要的買好處 貪污的好處 其他人通通沒有好處 這一點你不做 這很奇怪咧 是我們一直在做 好 而且對於 次數很多的都已經減少很多 再來 因為時間到了 各位朋友問題 你事後給我資料啦 這誤整率 嚴重 我接觸到的 這個醫界的人士給我兩個資料 一個是我從沒看到 是五十 醫界的告訴我的 很權威的 副院長級的 醫學中心副院長級的 跟我講的是 百分之七十 台灣的誤診率是百分之七十 媒體公布出來是百分之五十 美國是百分之三十 那如果誤診這麼嚴重 你本末導致 你現在要來盡量幫醫生 那誰逼醫生誤診啊 這個誤診的定義 一天都要看到兩百個以上 這怎麼可能嘛 我必須說明一下這個誤診 事實上是第一次來診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可以說 確診它是什麼病 所以這個 並不是誤診 就是說我先寫一個 tentative 就是暫時的一個診斷 然後下一次我再做更深入的檢查 所以統計這個數字就會變成說 有一半都是不對的 好 因為時間關係啦 可能不是你這樣解釋的這麼好聽啦 謝謝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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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